水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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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山的日出 之所以名声响亮 是有道理的 当天色仍暗的身手不见五指 早起的游客们纷纷出动 像说好似的 全都默默地朝阿里山车站迈进 准备搭上森林小火车咯 观众朋友们 雪儿的园王从这里开始 那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我们等一下要搭火车 火车 是啊 看坐去哪里 我们要去阿里山 要看日出啊 啊 等一下我们看到的时候 你看 不是台湾哦 全世界最漂亮的日出 真的啊 真的啊你看 快快快快 火车也快了 快一点 你看到这个 差点就又搭不到火车了啦 平日通常都只有一班 假日才会有多一点班次 想看日出的朋友 一定要问好时间才不会错过 随着火车气急声响彻云霄 大火在冷冽的空气中 蜷缩伸着摩擦双手 慢心期待为了一睹阿里山日出的风采 来 德国人呢 以前那个听过阿里山吧 你听过什么 茶 阿里山的茶 然后还有什么 嗯 就是一个很高高的山 很高高的山 他们有没有说风景什么呀 有没有听过这个风景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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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很乖哦 怎么了 怎么了 德国不是这样子吗 嗯 很美 那德国是什么呀 很安静你知道吗 没有往右边往左边去 你知道吗 但是我右手觉得你知道吗 欧洲就是鬼子很多 大家像这样看书 有一点严格的感觉 我还是比较想像台湾的那一种 就是稍微右边稍微左边 我也是 是不是 我也是就比较横坡的感觉 对 如果你们要去德国的山区的话 你们的交通工具到底是怎么样 应该是爬山吧 爬山 对 德国人喜欢辛苦 真的假的 真的 大家不爱十个月听我们的火车吗 德国公亚想要走路 怎么 不要 你自己什么的 开玩笑的啦 阿里山森林铁路 用的是Z制行方式往返登山 时而前进时而倒退 所以才会比较摇晃 在火车上 可以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人 大家都是为了日出而来的 一出车站 在山的这一头 已经热闹哄哄 大家赶紧卡好位置 准备等待旭日东升的时候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就是这里 传说中的阿里山 国际的经典哦 很冷的国际的经典哦 我跟你讲 人是很冷 但是一切都是智的 你看这些人 大家在等我们是那个 刚刚等下的那个日出 因为这个日出非常非常非常的有 真的很有名 从这里出来 很多人都很多人就是很爱上 真的 很多外国人都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这个日出 是啊 是啊 但日出在哪儿呢 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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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好运气 到底今天能不能成功的看到日出 完成雪儿心愿呢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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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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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啊 我看不到哦 你看一下嘛 你看 可是我看不到 这个角度 那个位置不对 你看 这里哦 这里你看 你看 还是看不到 你看 注意看一下 注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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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凉哦 哇 哇 看到了没有 凉凉的哦 圆圆的哦 刚好在阿里山那边 真的蛮凉的 真的蛮凉的 什么是凉 其实不用太难过了 因为来到这里的时候 你要心里准备 这种就是日出的话 完全是靠 就是你的运气 有时候 天气非常的好 蓝天白云 你来到这里 因为那个时候 日出开始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的那个 经典 那个风景是真的很漂亮 真的 但是有时候是 就是下雨嘛 然后呢 晕天 来到这里真的有点可惜 不过 虽然今天我们没有看到 就是 你以前看过的那个 脚片上的那个日出 不过还是有一个 不一样的感觉 但是那个 因为晕的关系 它在比较后面 哦 要不然它可以早一点 早一点 早一点 山那边刚刚出了 现在已经出来了 所以一出来就是已经是那个白色 真的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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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真的好想看 日出真的需要很多运气 有的人来好几次都看不到 如果运气好的话 最美的日出 应该是随着饭量的地平线 火红的朝阳 跳跃式的药厨山头 这次没看到 下次可以纠朋友一起来啊 虽然没完成心愿 但愿这趟阿里山日出行 可以让你留下深刻的回忆 我自己一直想去阿里山 可是到现在没有时间去 所以我觉得五峰很棒 因为他就是带我去阿里山 阿里山也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我们去看了个生物 我从来真的没有看过那么大的树 而且很难想象这个 这个生物已经死两千多年 哇沙比的部分就是 我很爱吃寿司 可是我每次跟我朋友去吃寿司 就是我不要哇沙比 因为我本来就是觉得这个味道 很不好吃阿 可是那边的老板娘 他就是给我 他帮我刮刮一点点 然后他跟我说 我先吃吃看 然后我是真的吓一跳 因为这个哇沙比 跟一般的瘦素哇沙比 差太多了 很好吃 我觉得那个小火车真的很可爱 因为我们多国从来都没有那种 那种小小的火车 然后我们就是说 那个火车虽然比较小 跟有点记忆 因为很多 很多人想要上去阿里山看那个日出 可是我是觉得很酷 我们四点半起来 然后看那个日出 日出很漂亮 虽然都是有点晕晕的 可是真的很开心 跟吴峰那边都在等的是 三二一 然后日出在哪里 那里都找不到了 可是没关系 真的很谢谢吴峰带我来阿里山看日出 真的吴峰真的很棒哦 谢谢你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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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